越级挑战封号斗罗,谁能帅过唐浩和杨无敌? 盖世龙蛇夫妇,越级挑战菊斗罗,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总决赛的地点,定在了五魂城。 而史莱克战队在前往五魂城的途中,却被五魂殿的人拦截。 谁也没想到,五魂殿出动了上千名魂师,仅仅只是为了除掉一个魂力四十多级的唐三。 就连五魂殿的菊斗罗都不顾自己封号斗罗的身份,亲自对唐三出手。 唐唐封号斗罗居然对几个孩子出手,就连盖世龙蛇夫妇都看不下去了。 虽说他们二人只是魂帝和魂斗罗组合,但他们还是想和菊斗罗较量一番。 初次对战九十五级封号斗罗,二人毫不犹豫就使出了他们的龙蛇合计。 这个五魂融合计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最强手段,也是他们的成名绝技。 而五魂殿的菊斗罗,由于他轻视了战士龙蛇夫妇的绝技,反而令他吃了贵。 见到对方如此难缠,菊斗罗也是失去了耐气。 经过几番纠缠之后,菊斗罗劫持了他们的孙女。 以他们孙女为人质,迫使他们离聚。 八十二级魂斗罗杨无敌,越级挑战封号斗罗。 天斗帝国皇室宫殿,唐三带着杨无敌和独斗罗对战五魂殿两位封号斗罗和千刃雪等人。 五魂殿的两位封号斗罗,魂力等级斗在独斗罗之上。 魂力等级的压制,独斗罗明显落于下风。 而魂斗罗级别的杨无敌,却能和对手打得旗鼓相当。 五魂殿的蛇毛斗罗,魂力比杨无敌高出市集。 可杨无敌手中的破魂枪,确实让他束手无策。 杨无敌的破魂枪,并不注重魂技。 他的战斗方式,全在一个破字。 不论对手防御多强,他都想用手中的破魂枪破掉对方的防御。 面对杨无敌如此强悍的攻击,五魂殿的蛇毛斗罗也是有些落了下风。 而杨无敌将蛇毛斗罗打退一段距离之后, 他转向独斗罗和刺雪斗罗对战的地方。 拿起手中的破魂枪,顺势破掉了武魂点刺雪斗罗的武魂针身。 经过这一战,杭三也见识到了杨无敌的真正实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